俄罗斯官员搀扶老奶奶下火车 这些全是从赫尔松撤离到俄国的乌克兰平民 俄罗斯宣布赫尔松的平民已经全数撤离 一场激烈地面战恐怕随时开打 另外在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拿俄军留下的坦克车来攻打敌军 根据CNN报道 有300名俄罗斯海军精英部队在对内刺客失踪 不是受重伤就是已经战死 美国现在也开始释出风声 希望乌克兰放软身段和普清坐下来谈判 现在佐伦斯基说可以谈 不过提出五项条件 包括必须保持乌克兰领土完整 俄罗斯要赔偿战争损失 以及保证不再侵犯乌克兰等 这五大条件普清恐怕很难买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